你快點剝鏡頭上吧 老闆, 吃掉它吧, 聽不到人說話 你們倆說甚麼? 爸爸, 我說呢, 我找到人養我了 益你省下米飯 好呀 終於肯結婚了 你們兩個猴子, 說散就散 說好就好, 還肯耍花香 現在不吵架了嗎? 吵架嗎?幫我們說明了 以後大家都不干涉對方的工作 那就好了, 應該是這樣的 阿俊, 結婚就不跟別人一樣 阿俊, 你以後就不要煩煩滾一時一樣 告訴你 阿俊, 你的妹妹這麼艱難 才找到一個這麼好的老公 她死得了 阿俊, 你好嗎? 阿俊, 安樂了 何止安樂? 發達了 你去哪裡? 去旁邊一起去, 找奴臣 恭喜 多謝 買一隻蕭蛇的王大師爺 好呀, 阿俊 有沒有搞錯? 你這樣真是名屈 找甚麼? 找甚麼? 真是名屈 這個女兒 我養得這麼大, 要買錢 公書教學呢? 這些我不算不算 你知道嗎?這個女兒跟我一向好感情 你兒子一聲娶老婆 我就沒有了那個發達妹妹 我精神受很大的打擊 我現在收你哩哩禮金就未為過了 哩哩?這麼叫哩哩? 怎麼了 阿吉, 你要姐妹甚麼? 沒事的, 大兒 很簡單, 你看來看 我要五千塊禮金 五口堂餅一百塊西餅 十為酒值得未為過, 你說對不對? 對... 我們那麼多親戚 十為酒也不知道夠不夠 不是 拜託你了, 別這麼孤寒 如果他只要這些 我就馬上拿去繁盈 他要我給他一層樓 還要我貼三十萬做裝修費 他都瘋了 你怎麼搞的? 大家做老親了 沒理由我每個月還要交租給你這麼小 你搶甚麼? 聽到嗎?你女兒說你過份就算了 好了...我當給阿俊和阿俊 我收信一點, 減十萬, 二十萬加一層樓 其他小個崩也不行了 很難 我只是一萬億, 你還這麼多傑 一人小句, 姐夫就慢慢說 老老, 你當我老襯, 我在哪兒行 其實我不限你陰質錢 不過我替你花錢 說甚麼? 你給你陰質錢 你做一張說甚麼? 你放了一張說甚麼 你慢慢說, 你不要來賺奕她 你不要來賺奕她 我看清楚 我看著你, 坐下車 你坐下車 小姐 小哥 阿恭 馬上出馬, 上電了, 郭大風尚 是呀, 他們兩個人 好像前世搗亂骨頭 看著臉都狗咬狗咬, 這次為甚麼爭 他們談不成禮金 禮金? 你還不合? 你不是想快點喝孫心寶茶嗎? 順利爾 這麼久才會說話這次了 慢著, 先搞定那兩個人 打算 打穿頭又穩了 真是… 恭喜你 謝謝 俊哥哥, 你真是和鷹姐姐結婚嗎? 是呀 那姐姐怎麼樣? 你再戀個無遺, 我打你的 是我呀 好, 上去 幸好昨晚阿公在這兒 要不然, 沒夠好睡了 一整二萬多元禮金 你替我爸爸睡得著嗎? 是呀, 看你以為娶老婆很容易 早就不娶了 你… 拿一份照片給我 好, 我去車裡等 好, 走 那你不是很發掘嗎? 我每天接阿明上班 他也很準時的 不知道是不是怕 看見那個舊情人眼淹, 走上樓了 是嗎?不過不是 他只是跟我說 他想去拿個檔案而已 很曬, 我還是上車樑冷氣 別這麼傷感了 馮先生 請留步 你欠我的十萬塊還沒給 我馮岸君 也會欠你的錢嗎? 馮先生, 我想你也是講信用 懸賭復書的人 你們... 我們日子都選了 結婚那天記得早點到 你真的要和我結婚嗎? 是呀, 還不恭喜我 馮先生, 我想我也是高拍不起的 跟你做不成兄弟, 看開一點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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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贏了上半場而已 我們還有下半場還沒打的 我反而思想很開通的 我對人家的老婆一樣很有興趣 我沒有時間跟你說話了 我沒有時間跟你說話了 怎麼這麼失敗 甚麼?連你也與我嗎? 我不是與你失敗知道甚麼重要 還要報到仇 人家現在已經結婚了 還有仇報嗎? 我是一條禽獸腳 可以一次過玩自己兩個 有沒有興趣? 好啊, 反正我跟你也是這麼禽獸的 一既玩彈他們, 來 來吧 來 孫小姐 鳳先生 阿明 你為甚麼喝這麼多酒? 我喝茶給你 不用了 我昨晚就坐在這裡 一直坐到現在 我想通了很多事 我發現馮岸君以前真的很笨 笨得連隻豬也不如 馮先生, 你在想甚麼我很清楚 我還快要交代 不是, 你就認識別人 代替我吧 你想不做 坦白說, 我們以前是互相利用 你開這間公司 目的是想追求我 而我又是想你帶協我 但是到現在 我沒甚麼利用價值 你誤會了 我承認 我以前是想利用軍令來得到你 但是我想通了 有錢不是大曬 錢不是甚麼都可以買到 吳先生 吳先生安慰我 是, 我現在是很痛苦 但是我相信一件事 我相信時間可以沖淡在一起 你放心吧, 我以後不會再騷擾你了 但是, 我不會批准你辭職 你真的這麼大方 我不是大方 我是在商言商 從認識你到現在 我發現你的確是一個人才 我們開張了幾個月 你已經幫公司 封在這兒竊本門了 我雖然得不到你 但是我可以利用你 幫我賺點錢的 好 程太太 我恭喜你們, 是衷心的 謝謝 還有, 代我向程先生道歉 你們那頓千萬不要罵我 一定 決定了 由現在的廟宗開始 我們就不要提以前的事 全力搞好昆明, 好嗎 好 肯定是你給我的 我一定盡力以為 好, 隨便一下 怎麼樣 漂亮嗎? 好漂亮 是嗎? 你看看你的臉部, 反正的 是嗎? 不要緊 我先聽電話 喂, 鳳先生 甚麼事 現在? 那好吧, 我先來 甚麼?還沒試完 公司有緊要事 我現在要馬上去 小姐, 怎麼樣? 不用改了, 手一點就行了 鳳先生 怎麼這麼晚 你急著找我, 甚麼事 都不知道哪個壞人弄我 告訴爸爸 說我教軍名字立文戶 那爸爸就立刻 讓我去新加坡跟他解釋 好 那怎麼樣?你爹地會不會 行了, 我想辦法了 我騙他, 說已經結束了軍名 其實就是令你驢躁 你有空替我想過我的名字 好 還有, 我跟你說的那間別墅呢 待會兒拍賣了 如果不過一千萬, 你給他進去吧 我看那間別墅, 不太好 放心吧, 我也會死錯人的 我打算跟別人合作 拆掉它, 建了那間四層高的 是呀, 就算一千萬進來了 起碼賺人過百萬 我幫你搞定它 就夠了, 快去吧 不行, 坤明改了名字 快點手就不要麻煩了 糟了 這樣吧, 先出來撕人的名字 你哪有這麼多錢? 沒事的, 我訂了明晚寄回來 快去吧, 我也要進站 謝謝 六百萬, 六百萬第一次 六百萬第二次 六百五十萬 六百五十萬第一次 六百五十萬第二次 七百萬, 七百萬第一次 七百五十萬, 七百萬第一次 750萬第二次 800萬 800萬第一次 800萬第二次 850萬 850萬第一次 900萬 900萬第一次 900萬第二次 950萬 950萬第一次 950萬第二次 950萬第三次 九百五十萬成交 你… 回來啦, 靚蕾 你以為我去新加坡嗎? 當然是壞機 想想還是香港好玩一點, 不去啦 你叫我投了在別墅, 我投了回來了 我還想要回到辦公室 打場來就給你的 別墅?甚麼別墅 你這麼沒記性的 你叫我投了在別墅, 在西港開了呢 甚麼?我只是跟你開玩笑, 你是真的嗎? 甚麼開玩笑 美女, 你怎麼這麼笨呢? 你呀, 明知道我這篇人 最喜歡開玩笑的了 為甚麼你連一點點的陰霧感 也沒有他呢? 這次死定了, 那個別墅 出名是鬼屋, 又爛又舊 我猜七百萬都沒人掃 別再在這裡玩了 誰跟你玩呢? 請你看看這套資料 你怎麼能連資料都不查 就替貿然跑去拍賣行舉手的 這樣搞定了, 反正全副身家都丟掉了 對了, 忘了問你投了多少錢 不過也沒有相關 是你用你自己的名義投的 跟公司無關 我明白的, 原來是... 是你撲開我的 是你撲開我的 你以為我真的這麼大風 你玩我, 我玩你這樣很公道, 是不是? 你卑鄙? 卑鄙有甚麼所謂 最重要的是好玩 我看見你生氣成這樣 我心得不自己興奮 你沒理由鋪好都這麼幸運 那九百五十萬, 你快點準備好了 小姐, 按法例不可以取消上次的拍賣 那如果我沒有錢給呢? 依法例, 我們會收回這座別墅 盡快排期再進行拍賣 不過, 如果賣到的價錢 比你投的價錢少了 那餐額就越來負責了 來, 我幫你擦 我幫你擦 回來嗎? 阿明回來 回來, 回來 這麼多東西? 別說這麼多字, 進去炒菜吧 切燒肉, 好嗎? 你回來了, 你煮人家 你說電視機擺在哪兒就好? 儀長就說擺在哪兒就對了 對了, 知道這塊豆泥東西你買的了 說了一百多次了 這麼有錢的, 買了錄影機給人家一百 關你甚麼事? 妹妹, 擺在哪兒就好嗎? 隨便吧 我這部機子真的很划算 真是划算, 阿拳, 關照的 阿拳, 飯殼在哪兒? 在哪兒? 在哪兒? 我不知道, 好煩 發生甚麼事? 怎麼了?怎麼了? 怎麼了? 我被鳳凹騙了 我做不值錢的別墅 怎麼會這樣? 換了個別墅? 你不是開玩笑吧, 明明 回來, 整件事告訴我 怎麼會這樣? 別吵了, 我煩了 明, 妹妹 你去, 明... 明... 明, 你還想去哪兒?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欠人很多錢 我甚麼辦法都沒有 你還想去哪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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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時候, 明明有劍步行步 最少我當初不聽你說 我不跟成鳳哥打工 就不會騙得來 就不會買那張別墅 那你遲下把別墅買出去 就甚麼事都沒有了 不會用的, 我查過了資料 沒有了, 提過了結束 沒可能買過價錢的 凡事都要向我那邊想的 你記不記得 小時候, 凡是有人欺負你 我都會幫你出頭的 你這次... 這次也一樣, 甚麼時候也一樣 萬大事也有我在 六百六十萬第一次 六百六十萬第一次 六百六十萬第二次 六百八十萬 六百八十萬第一次 六百八十萬 那兩個人呢? 七百萬 你認識他們嗎? 七百萬第一次 七百萬第二次 七百二十萬 七百二十萬第一次 七百二十萬第二次 七百二十萬... 好, 師兄, 師兄 師兄, 甚麼事? 我不是想叫價嗎? 各位, 這間別墅是物招所值的 因為它的地點正宗大王 交通又方便 師兄, 請你們出高的價錢 你等我再說一下, 好嗎? 請你們出高的價錢, 請你們 請你們 請你們出高的價錢, 行不行 現在同身叫價 七百二十萬第一次 七百二十萬第二次 七百二十萬第三次 七百二十萬成交 今天就拍馬耳的緣分 剛才怎麼這麼衝動? 其實我也很同情你的 無端白線不見了二百三十萬 真是很淒涼的 我替你計算了 二百三十萬, 除二十年 每年就是二十萬鬆一點 再除十二, 每月就是一萬六千塊 不怪你了 不怪你了 斯文一點 人家 隨便你一筆也好 我沒有損失的 吃虧的是你 我還可以了 明天就開始了 我還想說 我再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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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以後我所有值錢的東西就要充公 不能乘的士, 不能鋸牌 不乘的士不鋸牌, 沒甚麼所謂 不過是不是這麼簡單 那二百多粒就不用還的, 是不是 當然不是, 老爸 總之發財妹以後賺到錢 除了必須的支出之外 全都拿來還債, 直至還清債為止 那倒是死人 一輩子揹著這麼多粒, 怎麼翻身 全世不收 別再說了, 我不想再聽了 今天我沒空 不是和你一起去拍賣行 看看程家俊的壞樣也好, 是不是 仇就幫你報了, 調氣很順暢 那我求你的事怎麼樣 甚麼 五折一批鋼條給我公司那件事 爸爸現在不查得我多緊 風頭火勢, 我想遲一點吧, 好嗎 Come in 文少爺, 董事長阿楓的電報給你 先出去 甚麼事, 臭了沒有 爸爸叫我記憶封盤數蓋給他檢查 所以他也傻了 你打算不理他 怎麼理呢 你不是不知道的 我們這麼多警局 人數鬧鬧鬧鬧, 怎麼知道他查得 別說我不提醒你 如果你驚惱他老人家把火 回來查出我們的東西 到時候怎麼辦 查就查吧, 我真的不信他抓我I CAC 現在也是程家俊 他還沒來的時候, 爸爸也不太相信我 如果這個臭小子賴不走 我一定玩一招勁的給他看 你怎麼不早點跟我說 蔡先生, 馬上跟我來回報 拿一百五十萬支票, 請你快點 怎麼樣, 夠了沒有 我再跟爸爸商量一下 加起來也夠了 算你時運高, 剛剛爸爸去了歐洲 你就過了一關 媽媽 娘, 謝謝你 瘋了, 你說了這種話 要不是你 我今天被那個小子踩到變了地底泥 發大妹指導就很開心 是呀, 看看哪有空找她去喝茶 好呀 你認不認識禮貌, 你進來幹甚麼 剛才Joyce告訴我 你開了一百五十萬的支票 要來幹甚麼 買東西 買東西, 買甚麼, 買樓 我是總經理, 我有權調動公司的錢 我也是總經理, 現在公司規定 支票簽名要我和你一起簽才有效 如果你解釋不到這筆錢, 我不會簽的 你... 那筆錢是我向你大哥借的 好呀, 平時你不是說自己不偷吃嗎 現在一借相借一百五萬這麼多 你說甚麼呀, 阿俊甚麼時候借我呀 那當然是你被人捉黃腳雞, 逼著給了 你越說越離譜 我只是為你好, 但是你怎麼跟我爸爸交代 怎麼樣, 照說 現在阿俊是等著筆錢救人 你吃了他甚麼藥 他說一句你相信一個 然後他累死你 你瘋了 算了, 我自己想辦法 想甚麼辦法 想得到你不會找我 給我表情吧 阿俊, 皺下眉頭我大哥的任你怎麼樣 麻煩你說話尊重一下你自己的人格好不好 不是每個人像你這樣, 看得他錢那麼大 你清高嘛 清高又來抓我大哥的鞋子 阿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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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俊, 有沒有借錢給你 乾杯 我們今晚要吃一頓好的 我看得出, 他沒有借錢給你 阿俊 你記不記得 前年我們不是去街口那個盲公去看照 那盲公說我們有七十歲的名字 所以我經常沒辦法 我不想到路就要難 那我們有七十歲的名字 熬二十年, 還有二十年享福 你知我有一陣子熬了 是, 所以準備一頓這麼豐富的給我 不錯 林薇, 還有一頓這麼豐富的給我 窮得瘋狂 你答應了 今天買甚麼都不好了 我們開心心玩一晚都好嗎 我今晚不想, 丁拉呢?大航晚呢? 小丁老, 我們還沒絕望吧 OK, 就算有人肯借二百多萬給我 那我又怎麼樣 我買一元七行錢 我一輩子都要做了不債做人 最重要的是 我連累你了 他已經知道了 他已經給我了 已經有人整個小時 連一聲都不出了 如果再這樣下去 我再找一個大人叫他把嘴巴 還不出聲了, 真是叫了 你別這麼傻 我才不傻 老婆, 現在你就乖乖地開一聲說話 幹甚麼?越看我越順眼 你瘦了很多 你瘦了很多 是我自作自受 誰叫我更貪賜 自己把我投回去 搞你現在一生了 我們說過今晚不說這種話 我沒答應過你 我們還年輕, 甚麼風浪經不起 如果你怕是不能坐的士 最多問我請你 我不想連累你 你說甚麼? 我想跟你取次分明 你明白嗎? 不明白, 我一點也不明白 你以為現在真是大難不投國自非 我知道, 我知道你對我好 就是這樣, 我不想連累你 我不想做你包袱 你對我真的沒信心 你怕嗎? 你怕我早晚會放棄你 所以你現在才發誓人離開我 是不是? 是, 我們要面對現實 但是不肯面對現實的人是你 窮就窮 只要我們過得開心 人家一樣會羨慕我們 我不管你怎麼樣 我們的婚禮一定會照原定計劃舉行 好嗎? 德哥 不擺酒, 不動蜜月, 很癢 我們一樣會白頭街路的 阿俊 別答應我 以後也不想想這些傻事 要不然我生氣 走 幹甚麼? 昨晚又失眠了嗎? 沒事 怎麼樣? 那債怎麼搞的? 怎麼搞的? 二百多萬, 幾乎二百多元 大妹申請了薄餐 不用急, 我幫你想想 好, 其實一百多二百萬 又不是大數目的嗎? 算了, 難道你借給我不用還嗎? 你制我也不制了 現在欠勝夫也是欠欠 你也是欠欠, 沒甚麼分別 大妹妹算當下 一模一樣八模一樣 如果這個世界有賤人算距 那個馮岸群是世界冠軍 不想了, 再想了, 壞路 你出來 爸爸昨晚打一場電話給我 說了一個消息給我 不過我不知道這個是好消息 還是壞消息 說甚麼? 他說文字越來越離譜 搞得本數不清不楚 叫我們接管益鋒 是嗎? 臭小子抓不下去 想起他以前踩我的時候 我認得爸爸調他做男生 但是想起他, 他是我弟弟 我又不想看到他的甜地 那你打算怎麼樣? 也不知道是不是前世險了 看就行了, 遲些爸爸 沒那麼大火氣跟他求一程 娘, 這是你自己的家事 你自己的主意 不過別說出去 行 好, 程先生 還要有心情做事 那二百多顆就搞定了 對不起, 我要開門了 怎麼這麼雞腳走呢?我又不會吃人 其實我很有同情心的 你欠那筆帳, 有空出來談談 我跟你沒甚麼好談 不要死定了 揹著二百多顆帳, 很可憐 我現在躲起來了, 沒甚麼大小子 你程先生甚麼都好 最不好就是死呱一片頸 以你這樣的人才 如果懂得做的話 別說我二百多顆, 多一點也有 文少爺, 你不小的, 應該生性一點 我替你爸爸谷氣 程家俊 程先生 你不要三分顏色上大學 我現在很聲鼓勵你 別抖頭抖小 我要開會 站住 你現在有兩條路走 要是馬上離開玉達 不要妨礙著地頭 要是走到我那裡, 很多游泳 如果我兩條路都不走, 那怎麼辦 好 那你就拿來抖頭 我一定會耍你 你行嗎 別以為你很聰明 你知不知道耍你老婆的那條路 是誰讀的 不是馮漢君 是我 甚麼 你… 你聰明一點, 弟弟 你還要再享受 怎麼這麼有趣呢?老闆 一張咪咪咪也這麼有趣? 那張咪咪當然不有趣 我想起前天打了一條絕條 忍不住笑而已 說來聽聽 總之是絕, 待會兒告訴你 我先開會 是呀, 俊良 你講講美環花園的進度工程 早點 總經理, 在未開會之前 我有個要求 我想請一些沒必要 留在開會的人先離開 沒必要, 誰呀 江世民先生 我沒必要, 我沒必要 誰有必要 我在這裡是太子爺 我知道, 我知道你是這裡的太子爺 但你不是益達的人 你知道這麼多益達的事也無謂 只會浪費你的時間 好, 益達的事我不管 可是我是益峰的總經理 今天會談到益峰的事, 是不是 對不起, 你現在也不是益峰的人 俊良 哥, 有沒有搞錯 這個人是殺的, 你找他做副經理 我沒有殺的, 這是事實 昨晚董事長打長途電話回來 告訴娘 他說你把益峰搞得一塌糊塗 還欠了很多抬低數 叫我跟娘立刻接管 你亂說 我沒亂說, 你不信問你大哥 哥哥, 是不是有這樣的事 是, 你又是好一點的 陳家俊, 你真厲害, 你真厲害 這抄襲的手上有策略電話號碼嗎? 是SW21307 對不起, 我們還想進房間看看 看得夠了 好了, 給我一個人 別想不住了 現在甚麼都沒有了 還有甚麼辦法可以解決 怎麼會甚麼都沒有, 還有我嘛 你去哪兒 我還有一個人出去逛逛 我陪你 兒子, 我不回來這兒了 我待會兒直接回家 娘, 別說我說你 怎麼會這麼失策 一招就被程家俊玩氣 我告訴你, 如果我不玩 我找到程家俊這個臭小子, 我就不叫江世民 你別忘了, 你老頭知道現在很信任他 Evan, 我會把那個爛鬼留給他們 文少爺, 這件事我想要看好一點 程家俊跟你是十冤九仇 他一定是你做的 那怎麼辦, 她咬我吃嗎 等一下, 這是不是程家俊女朋友 真可憐, 收到整個人都落盡了 阿坤, 你以為有甚麼方法 令一個女兒壞的協地 是甚麼呢? 那張綠帽子會戴 那張綠帽子還是她的神家給你 你才是 阿坤, 麻煩你 阿坤, 麻煩你 是, 孫小姐 那你坐下聊天 麻煩你馬上抖開 沒見你, 怎麼整個都落盡了 有很多心事嗎?等 你不用不說話 你這件事通了天, 誰都知道 揹著這麼大的筆帽子 不過你不用煩了 這裡二百三十萬, 我可以洗 你… 我這人是那樣是說那樣 其實我第一次見到你 已經有甚麼意思了 只要你陪我一萬, 這筆帽子你拿去 買燈 我不喜歡勉強人 二百多萬, 你說得多又不是多 但是也不少的, 很多電影明星都沒甚麼身價 金帽子 任我手 幹甚麼?你害怕嗎? 怕甚麼?怕我照完槍嗎? 傻瓜 到時候你不認就行了, 誰會知道 想清楚吧, 不會浪費你很多時間 揹著這麼大的筆帽子, 一輩子都不定 是… 衰小姐, 你也想想好 今天十點鐘, 我帶了本筆來等你 寫了你的名字, 真金白銅 一來都, 以後就安安樂樂了 那些魅力都會過了 大師傅幹甚麼?真的不能想 沒得想的, 慢慢吃經 既然是你會慶祝的 救生吧, 你是你愛人生? 架이션是你最悶的, 要馬上生氣 甚麼招呼都沒有用 我真的不能幫你 你沒辦法 你危險, 八戟 而你今天, 二百多萬 哪會籌不到的 別說了, 二百多萬這麼容易 你以為是日本紙 八戟, 八大妹快過你們 是你媳婦了, 自己人嘛 那你真是見死不救嗎? 我不是見死不救, 我真是沒能力救 一家就不止一家事 去年股票下跌的時候 我都遲到一聲 不過暗瓦底不敢說出來 現在我手頭只有四五十萬周轉 你也對, 你就拿那四五十萬出來 賣這兩層樓, 跟阿明還了結 好過甚麼這麼重飛嘛 怎麼搞的?老家 賣這兩層樓, 我們兩家人睡街嗎? 八戟, 你就不知道我這個人了 是呀, 一輩子都是牛頸的 如果不是壞到貼地 我都不會低聲下氣地求你了 我們二十幾年老耕了 難道你這樣也不肯幫我嗎? 不過我真是沒能力幫你了 我知道, 我一輩子都壞了 得罪人多, 稱呼人少口賤 該死的, 發貴, 當我現在向你道歉 你大人大姐, 你幫幫阿明好不好 大家自己人說這些話幹甚麼 我和阿蘭 甚麼希望都放在阿明身上 吃也不捨得吃, 穿也不捨得做 辛苦苦的供他讀大學 要人出人頭地, 別被人欺負 誰知道現在搞到這麼一個天地 你說我有甚麼人生亂 你真壞, 你說 男人老狗哭甚麼呢, 你說吧 爸, 你別這麼傷心 爸, 我一定搞定的, 你放心吧 你不用騙老爸了 你有甚麼辦法想通 還是我累了你 你小時候 我就教你怎麼探錢, 限錢 好了, 現在搞到這樣, 我累了你 不用拿來碎, 不用拿來碎 爸 明, 去看看老爸吧 明 不會浪費你很多時間 揹著這麼大筆帳, 一輩子都累了 今天十幾章, 我帶管寶來等你 寫上你的帽子, 真金白銀 你來的話, 以後就安安樂樂了 要反應 我們以為啟 olmaz ails 都招爭了 爹 Credit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吃点赞 去吧 占总 你这么晚了 有个男人打电话来 说明镜在她的家 是呀 走 我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是你?是你打電話給我移掌的 為甚麼你們這麼像才來的 是明呢? 在房間 明呢? 明呢?明 明 他手袋